我那天看他的眼睛 右眼就整個腫起來 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衡 一邊高的一邊低的 而且右眼逐漸的看不見 也看不見 右手跟右腳都抬不起來 你覺得大哥第一次有這樣的症狀 他其實已經有連續好幾次了 但是他的個性就是很好強 就是你叫他去他都不去 我是覺得他這樣子太勞累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為女兒的病情一直在惡化都沒有進步 是我們最憂心最憂心的事情 那他的癌症已經佈滿全身 他現在的小腿跟大腿 只有跟我們的手臂差不多的細 他每次回家他都說好像要熱昏倒了 其實我知道他是心力交瘁 我那天看他的眼睛 右眼就整個腫起來 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衡 一邊高的一邊低的 而且右眼逐漸的看不見 也看不見 右手跟右腳都抬不起來 抓東西都抓不到 有中風的跡象 你知道他這個人皮皮的 就不去醫院 還好兒子跟我兩個人 就積極把他趕到醫院去 到榮總去的話 現在檢查出來 確實他的後脖子的血管 有兩根堵塞 腦部也有那個血塊 所以現在吃凝血的藥 就等於是讓他去慢慢化掉 最少要在醫院觀察 五天到一個禮拜這樣子 平時他都沒有用藥的習慣 而且他這個人任性很強 他每天只有睡五個鐘頭 咀嚐了之後就直接到國會來 我是覺得他這樣子太勞累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為女兒的病情 醫治在惡化都沒有進步 是我們最憂心最憂心的事情 所有的醫生 對於企業的病情都束手無策 而且他的營養不良 那輸血下去也沒有效 那他的癌症已經不滿全身 他現在的小腿跟大腿 只有跟我們的手臂差不多的細 我真的是看他很難過你 我希望他的病能夠保 讓他有多一點的時間 陪他的小孩 陪家人 我知道大家對我在幫他集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